穿越到20年前 促成父母初恋后再次回到未来 原本和平的世界却因为蝴蝶效应 变成末日废土 齐木看着墨西干头版的鸟树 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他的超能力无法往上影时间线跳跃 于是他就近抓了鸟树 给自己解释具体情况 鸟树说这个世界 已经经历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在鸟树的解说下 齐木知道了 三战在两年前爆发 由一位发明家导致齐木了然 只要自己回到过去 把这个人咔嚓掉 结果 只是鸟树放出了空柱的照片 齐木麻了 毁灭世界的居然是他哥 这时齐木想起空柱说的那些 疑似隔壁 盘欧教教主的名言 人类都是猴子 顿时觉得空柱 还真可能干出这种事 于是他准备去找空柱谈谈 没想到 鸟树说这个世界的齐木 在三年前就已经死了 齐木了然 难怪这里的齐木 没能阻止空柱 引发世界大战 在了解真相后 齐木立刻冲进了空柱的研究室内 老哥看见他第一眼 就和母亲九轮美一样 酷得嗷嗷叫 聪明的空柱一下就猜出 齐木是因为超能力失控 回到了二十年前意外改变历史 然后穿越回来 发现世界末日 得知自己三年前就去世了 于是就来找他问具体原因了 空柱堪称手窝剧本的男人 齐木指本哥哥 为什么要引发世界大战 空柱却说自己根本不在意人类 因为齐木死了他很无聊 所以研究了时间穿越机器 想找回弟弟 没想到就引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但这东西根本不管用 只能将时间倒流一天 这不就给齐木递了瞌睡枕头了 齐木利用穿越机器 回到改变历史的前一天 这次他没有睡觉 而是等着父母 诉说自己的相知相遇 正好遇上了空柱打电话回来 空柱看见齐木的第一眼就开口了 怎么了 一副穿越时空回来后的表情 哥哥 快把你手上的剧本放下来呀 掐灭了差点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 齐木回到学校 发现不良转时生雅连最近压力充重 面对好友海藤和燃唐的询问 他只是用笑容勉强糊弄过去 有些放心不下的齐木 在放学后悄悄跟踪雅连 发现他遭到高年级的学长找茬 雅连在转学前 可是不良集团的老大 级别和隔壁某万的某卖差不多 虽然他不做大哥许多年 但揍两个找茬的还是轻轻松松 雅连很惆怅啊 自从财火事件结束后 他的不良身份就曝光了 但雅连只想做一个普通的学生 他也不知道要用什么法子 才能解决这些找茬的人 这时雅连发现 挑战书内有一封粉色信件 他本以为是新的挑战书 在一番细读之后 才发现这是一份情书 雅连激动不已 同时他也发现了 在背后吃瓜的齐木 这敏感的探测能力也是离谱 从雅连看见情书的那一刻起 他连孩子叫什么名字都想好了 虽然是个不良 但雅连在恋情上却是个纯情卦 收好信件后 雅连告诉齐木 他打算去会一会 这个叫九梅子的女孩子 齐木隐身跟了上去 结果差点又被雅连发现 这时林子里走出了几个 白瓜裂枣的不良 显然就是这群人 假冒九梅子写下信件 欺骗了纯情不良雅连的心 虽然雅连不想再打人了 但打人渣却是另一回事 雅连这次的感情受伤 也让他成了不良的典范 死后周围的不良 基本都不敢来找查他了 也算是解决了自己 最开始期望的事情了 真是可惜可贺 拥有回溯时间的能力 理论上来说 齐木可以一辈子 不用买新衣服 但九龙美不认同 儿子连衣服都没有几件 时不时会带布料回家给他做 齐木倒是不反感母亲的关爱 就是九龙美的审美品味 有时候还比较令人堪忧 所以齐木的衣服 基本是自己去买的 但今天来的不敢巧 遇上了燃堂和海藤 两人都对彼此的审美表示不屑 看见齐木 就想拉他来当裁判 海藤还好 衣服搭配 挺多像看图找查 燃堂是真的不幸 人类的审美可以冷冷 但他觉得是邪门那一怪的 这时两人 提议各自搭配一套衣服出来 正好这时赵桥也在附近 看见齐木后就过来打招呼 海藤率先出来 齐木一看 中二病 输了 燃堂紧随其后 齐木认错 下定义太早了 是平局 烂的是各有千秋 这时海藤和燃堂又有了主意 由他们来给赵桥搭配服装 但谁的审美水平更高 赵桥本来不打算答应 但想到齐木可能会参加 只要自己把齐木搭配的衣服买下来 在下次见面的时候 他换上 这谁给不住 于是赵桥欣然答应 但凡被他穿过的同款 很快就被周围的女孩子买空了 齐木发现燃堂选的衣服过不了甚 他立刻出手 选了几件赵桥幻想时的同类型的衣服 替代了燃堂选的衣服 随后转身离去 深藏公寓力 赵桥换上后确实非常满意 决定将这一套和齐木选的一起买下来 你就宠他吧齐木 第二天一早 小镇温度跌到了一个离谱的程度 国春冷的一度想辞职 就能每磨出一条围巾递给丈夫 国春顿时满血复活 大喊着心热人不冷的鸡汤冲出了门 发现就连燃堂都因为温度贴上了暖宝宝 众人将希望气吞在教室的暖气内 没想到教室的空调居然故障 现在通风口内只能吹冷风 而因为暖气是全效通用 所以他们班还关不上 只能咬牙硬抗 或者凑到拼命锻炼的灰铝面前寻求暖意 本来这种情况 在直接请假回家就好了 连一向不太正常的燃堂都这么想 但偏偏今天 PK学院毕业的搞笑艺人 要回学校讲课 他们只能咬牙扛过了上午的课程 眼看搞笑艺人就要来了 窗子却被撞碎 表连瞬间冻成冰雕 这时邪星出现了 一番关照 让众人奇迹般觉得温度回升 实际上是奇目看不下去了 利用超能力暖魔 隔绝了破掉的玻璃 让吹进来的冷风变成了暖风 结果他自己被邪星讲的冷消化给冻住了 当天放学的时候 奇目被老师留住 因为财虎最近去了迪拜 老师需要奇目几人帮忙去一趟财虎家 转交要用的资料 财虎少爷一看见四人 立刻摆出高高在上的态度 一口一个平民的校正 然堂倒不怎么在意 他对财虎家的大房子还挺好奇 想进去参观一番 财虎自然乐意显摆 然而雅连嘴硬得很 就算知道百件高王的价格 仍然咬牙装出 没什么了不起的样子 海藤倒是非常喜欢那些石像 结果在得知石像不可以移动后 顿时失去了兴趣 财虎遭受打击 继续在众人面前炫富 然而再多的钱财都不能打动几人 于是财虎叫出了自己最宠爱的大老虎 试图用猛宠收获众人的仰慕 没想到老虎在燃烫面前 乖巧的像只猫咪 此人参观了一下 觉得没兴趣 立刻就离开了 这让财虎觉得 自己的地位遭到了挑衅 他的自尊心不容许被打练 于是财虎立刻下令改造了房子 并且在第二天放学 就绑架了其木一星人去参观 雅莲和海藤约好 绝不向金钱低头 然堂说自己父亲死得早 这还是第一次去留了园 雅莲让他放开心管 嘴硬的任务就交给他们了 不过财虎早有预料 他将房子改造的非常具有科幻感 顿时引起了海藤的人的注意 进入房间后 屋内还配备有大型游戏城 海藤险些行动 被雅莲拦截了下来 这时财虎带着雅莲 来到另一个房间 那里摆满了稀有的摩托车 他还提供零件给雅莲改造 雅莲当场沦陷 海藤咬牙准备坚持 没想到财虎改装了石像 他顿时也沦陷其中无法自拔 青木本打算转身离开 财虎却让他担心脚下 因为眼前的区域 全是用甜点做出来的点心屋 撤下完了 神也沦陷了 三人在房子内体验的 各种各样的快乐 时间一晃而过 财虎得意洋洋的 想宣布自己的胜利 但还没等他开口 海藤和雅莲就先承认了 他的房子很好 并且还感谢财虎 花这么大价钱招待他们 下次由他们邀请财虎去自家玩 财虎口是心扉 转身向紧人送出家门 于是一行人抵达了门口才发现 就在他们快乐的时候 燃堂被卡在大门口 过了整整一下午 太惨了 在连车过了三个新年后 PK学院终于迎来了 高三学生毕业典礼 期末认识的学长 也就只有之前 意图勒索他的金刚 再看看其他案子垂了的同学 显然这些人都认识不少学长 孟元认识的是一个 和他交往过半个月的学长 如今毕业期到了 孟元脑海中将对方 向自己借钱的画面 抵达成了美好的交往过程 含泪送走了高中初恋 而送别高三学生发言 是海棠演讲 他非常感谢 当初入校时指导他的学长 要不是那位学长热情相待 告诉他关于一世界转生 以及黑暗组织的事情 他就不会触摸到世界的真相 虽然对方升上三年级后 就不再和他搭话 但海棠始终记得 那位指引了他的学长 这还好是毕业了 不然学长还不能当场射死 最后上台发表演讲的学生 就是金刚 此刻的他戴着眼镜 头发收得整齐 没有了昔日的不良风气 却充满了阳刚的气息 在学校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 这位学长奋发投降 最终考上了东大 号称日本版清华北大的学院 堪称励志文学的典范 然而随着毕业典礼结束 新学期到来 西木学再一次走进了二年级三百 时间再一次进入了循环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小白爆肝对一号机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